我今天在宜蘭 大家好我是Grace 我今天呢在宜蘭 今天天氣超好的 宜蘭難得又沒有下雨了 那今天是3月的最後一天 也就是 我跟我媽就生日月嘛 所以呢我阿嬤 也剛好有親戚在 宜蘭外澳版的 那我們現在是在 一個叫什麼紅旬休閒農場 的地方你看 超大的紅旬 在我頭上 它這邊還蠻特別的就是 它算是一個休閒 農場兼餐廳 所以外面是可以散步的 對然後旁邊還有一點什麼造景 那我們一起來看看 然後等一下來品嘗看看 到底有沒有跟網路一樣說的 這麼好吃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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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 我吃完了 因為餐廳裡面有點吵 所以錄音的話又不是很清楚 所以就沒辦法邊拍邊吃給大家看了 好 那我現在是在外面 那剛剛那樣菜色看起來是還不錯 然後那樣總共是五千 對 那我們一桌是九個人吧 對 我想一下喔 東西是都還蠻新鮮的 而且我覺得它那個章魚還是花枝做的很好吃 然後它那個不是油拌喔 它是那個麻油雞拌飯 對 還蠻香的 不錯不錯 然後還有蝦捲也是脆脆的 它裡面蝦子也是蠻大 不是都狗粉這樣 然後裡面有很多小朋友 所以小朋友也都還蠻喜歡的 對 那整體來說我覺得CP值算是還蠻高的 因為五千 我覺得一個人這樣平均起來也才四五百塊 對 然後外面也可以走來走去啊 因為後面還可以釣魚這樣子 對 好 那我想一下喔 那個剛剛有個很好吃的 我忘記是什麼了 嗯 嗯 嗯 就那個超級大豪華的那個海鮮拼盤 裡面的章魚我剛剛講了 還有一個是那個鮑魚 它那個鮑魚切得很薄有很大片 而且我記得我去針鮮吃的那種鮑魚 就有點水水 這邊不會耶 這邊的鮑魚是 它是雖然薄 但是是脆的那一種 我覺得很好吃 沒有吃過那麼好吃的 對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是 難得的家族聚餐 就先到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有空的話可以來嘗先看看 可以點個幾道菜就好 也不一定要像就是板斗一樣點那麼多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啦 喜歡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Grace啦 掰掰